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嗯 那 没什么事我先上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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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直坐在这儿 今晚 平冷的 然后 我刚上楼去我宫里面拿了一点 面 面费 这是我姐给我汁的 她非常喜欢这个面费 那 总之 总一而之 给你吧 那 这是给你们钱 你可以去买点好吃的 嗯 今晚也不早了 我先 回去 拜拜 终于帮忙 好 好 嗨 嗨 这 我看你 我是在这里好久了 嗯 今晚 你听我的吧 这一科还有一点 刚刚上楼去我的公寓里 找一个丰壁面背 看 你说我姐姐送了吗 那她听喜欢这个事啊 嗯 走着流失 我先把她送给你 谢谢 谢谢 这都很好 对 那给你下来的一个 再给你煮一下吧 谢谢 现在吃着吧 那我就先上课了 一定要追过呢 干 肯定是不够 但我没办法 我总不能让你向我的公爵取出 对吧 我说这个流出来 其实给观众一个思考 这个很好 就是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卖下来的时候 观众就会跟着你的那个卖 然后进到他的想法 他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帮了他 帮了这个头头之后 他并没有说感觉到 我心里是那种喜悦 他反而进入到里面 我好像有点焦虑 这个焦虑就是因为 我看你真的这个岁数太大了 我真的怕你今天一过去 明天过去 但呢 我又能怎样 我做的可能 今天是不是真的不够 我可能上楼的时候 我可能回去做电梯 我可能跟他做什么 我暗示 我可能晚上睡觉 我再想这个 他的家人 为什么这么大的岁数 都会在这样做 大多数年 有个家和老人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 会让人会有感觉 这个东西 他不一定说 我帮了他 就是我得到一种心理的 心理的 我有时候 我帮了一个 让我心里更好 因为 我感觉到你 你的身体不好 你爱你 那个可可 然后动作非常困 而且你看他 冻别的最丑 他的眼睛就 哇 感觉很难 很难说 接下来 冬天怎么过 对吧 我觉得很好 挺好的 我看你在这儿做了很久吧 今晚很冷 然后我刚刚上了 所有的供应链 大家支出了免费 嗯 这是我姐姐吃的 她很喜欢蒸汁 让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 聊到点 好 时间不早 那我先上路了 注意到呢 哪个招牌的微笑 好 干嘛 我觉得就像你看前面那个冷 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演员啊 在演戏的时候 这个表演 他也像你们平时在练习 在一个这个练习场里边跳舞一样 这个动作很速的去做 比如说冷 冷有多少种方式表现 对吧 现在这个冷就选择了 可能就是太单一了 我们怎样去呈现更多的可能 这个也需要在不断的去尝试的时候 找到一个最准确的一个选择 所以现在这个冷的很单调 或者冷的一般化 今天真的很冷啊 不然看你一个人坐在这儿 就是免费 就过几天送我 很喜欢这些 拿去改了 谢谢 这些人有点钱 拿去买点吃的 去吧 好 我先烧了 注意包吗 哈哈哈 你快只会一下 有点凑谎的家长们 没关系 没关系 是因为我想有两个 我一个是让他穿衣服 一个是让他赶你去买 一个是让他带被子 对 一个是穿 我一个是 没事 没事 拿好了 我终于有点回家酿 没事 没事 挺好 到你 这也是一个点 你就去破屁肢带想让他好一点 你出一口吧 来了 哈哈哈哈 是要死明小便 那个也是一个 突然他自己也感觉不到 他突然间就感觉 我不知道从哪跑到这么一个动静 他也觉得完全不对 跟前面的那些 所有的我那种心理的那些动机 感觉很不合适 那这事为什么会出现了 因为有的时候人下意识 就突然间他在他的大脑当中 混乱 就可能 就也是出名不够击 突然间跑出去 然后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 就这种行为 其实你在这场戏里可能 这个行为一旦出现了之后 他就完全跟前面的那个 我还很尊重 对吧 我还很真心的在放你 然后就 就感觉好像 就感觉好像 恨不得他马上就离开人 那他其实我不知道 那不是他真的心 心里是想法 但只不过可能下一次就会 就出了一个 对吧 所以我们还得判断 那你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这个档下 好 来 我们继续 来 来 来 嗯 刚才 看这个天气确实有点冷 去上楼 去我的公寓里面 拿我给他面背 这底面背 也是 我姐姐送给我的 她真的 很喜欢真挚 来 给你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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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跳 来 这里面前 拿走 去买人狗吃 拿走了 拜拜 又是我 你又走 你要活不 你最后什么表现都无了 我忘了学了 我缺了 few笔级量 不是 七哥 你最后你表现都没错 你姐姐为什么要看电视 什么 我说你姐姐为什么要看电视 不不 人都忙了 好 我可以做一下 老师 先说一点 就是 当然我觉得你们的天性都非常非常的自由 这是很好的 其实对你们来讲 不需要太多的去释放你们的天性 因为本身就很放得开 玩的也是都很快 但我想告诉你们 就是在表演里面 我们一定要带一些敬会 就对这点技术 就我们一定不要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演的时候也不能是好像演到哪一点 或者我们就笑 这个特别容易把它变成戏脑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过 演员他的生命就是表演 那如果你笑 就是拿你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一定不要 我希望你们可以尊重自己的创作 他有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的就是你笑 一旦你在以后进入到职业的时候 你再偏常来信一下你笑 就是对整个你的这个创作 对所有人做的最重要的 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第一次在 在这个我们的训练里面去尝试用镜头来标用来确实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适用呢 因为其实在整个在国内的这个表演教学里面 其实缺这么一块 这个也是我从在好莱坞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 就是我们在镜头去尝试 就是我们在镜头里看自己的表演 你会发现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演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这么多细节 我可能对自己的这种认识也有限 但是你从镜头里已经发现一目两点 它就像一面子镜子 它把你所有的一些问题 好的不好的全部照顾 那我觉得没关系 就是我们开始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快速做一些改变 这样我们在这个表演的这条路上 就能成长得很快 好 希望今天的训练对你们会有些帮助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好 谢谢 老师辛苦了 谢谢 老师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